處所負責人一般 我們都明白他們也未必是很有資格 或者很有能力去核實每個人的個人身份 因此在個人身份辨認方面 譬如很坦白說 如果真的有個食肆的顧客 他是故意用一張假的文書 其實作為食肆可能比較困難去驗證 但如果在執法人員在這種情況下看到的話 我們一般不是處罰處所負責人 但是顧客當然是有罰則 除了在我們一般抗疫條例的罰則之外 他在這個個案中也有用虛假文書 當然我們每個個案都要考慮他的案情 被動查核那方面 其實相對跟剛才的身份證的概念更加相似 當你進入一個商場的時候 當然你會掃一個安心出行 接下來星期四就會開始的 但掃完安心出行之後 你作為一個市民或者商場的顧客 進入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再需要展示你的疫苗通行證 等同你帶著身份證出街 你不會展示這個原因 我們有某些豁免確是明白到 日常生活可能是真的很必須 其實譬如你回家或者上班 你一定要經過商場才能回到的 這些豁免我們在法例上的確寫了 但我也不排除日後 其實這個疫苗通行證 跟我剛才說的一樣 大家只要打針的話 帶一張證明的話 其實可能我們是會要求 更嚴謹的疫苗通行證的規定 這些豁免也可能會再修改 令到市民明白到 其實帶疫苗通行證出街 既保障自己也保障他人 是令到這個社會 也是能夠擊退疫情的一個重要的一環 業務ames 綁 爭